請你跟我這樣過 想看我不煩惱 吃吃喝喝就不老 那要怎麼做呢 請你跟我這樣過 你是不是明明還很年輕 卻已經有老口口的現象了呢 不管是皮膚 頭髮 還是大腦 心臟 以及各部分的身體器官 竟然都在快速老化當中 沒怕 今天就來檢測 你的老化程度 並且教你如何吃吃喝喝 就能輕鬆預防老化喔 我們今天邀請到 嘉義科醫師王建宇 養生達人王明友 醫藥記者洪書清 以及三位特別來賓林姿佑 潘慧如 曾雅蘭 要來一起Hold住青春喔 那麼一開始我們先請問一下三位 有沒有曾經被誤認為 你們的外觀比實際年齡 還要老的 誰敢說有 對啊 就算有都說沒有 沒有 就看到我們都說 哇 怎麼比實際年齡還年輕 不是 實際年齡 沒有 絕對有點K喔 就很不順 沒有吧 沒有 而且我 我素顏走在路上 人家還要跟我搭訕耶 真的 你會不會很小心耶 幹嘛 真的嗎 你怎麼這樣 慧如 那你如果卸妝之後 跟實際年齡 我卸妝之後反而更年輕 通常是這樣 對 因為我平常都不化妝 然後出去得化 大家都會說 對 哇 你看起來好年輕喔 這樣子 像我現在留這個頭 很多人都說我是大學生 真的 對不對 真的 我沒有想像 有帶來的一個演技 怎麼樣 我還要請你們吃飯就對了 我覺得你幹嘛不相信 我們真的是這樣 我們只要一部化妝 然後牛仔跪穿 穿個帽梯 對啊 你們都覺得我們不相信 穿帽梯叫我相信 因為你都戴起來了 還戴口罩 你會變成這樣 不是 姿佑姐 妳說實話 妳最老實了 來 我外觀是 妳這樣子等一下怎麼講 外觀是沒有啦 對 外觀是沒有 沒有 實際年齡 外觀是沒有 外觀有比實際年齡 年輕 你招死嗎 不好意思 有年輕啦 可是我說實在話 很恐怖的就是 你不要去看醫生啦 因為你像去中醫 我曾經在五六年前 中醫的時候一把脈 你知道那中醫講的話 真是不好聽 你知道嗎 他說什麼 真的是很想打醫生 好像有被抓去關 醫生就講說 姿佑我跟妳講 妳就像那種電風 那個電風不是會轉嗎 可是它轉得很好的時候 但是它會 啲哩啲哩啲哩 好像蓋子要掉了 對 然後零件也要閃 鬆閃了 對 他說妳就是這樣 對 他說妳的體能狀況 就比妳實際年齡 怎麼這樣子衰老很多 然後就很緊張啊 然後就開始調理 調養 然後後來我們就去做健檢 因為我老公就覺得說 妳這樣不行啊 那我們就去做身體檢查 結果 那西醫更毒 那西醫看完之後 那個數據你知道嗎 就有那種數據的問題 那就有紅字啊 幾乎都紅字 對 沒錯 那紅字就很多 就很恐怖你知道嗎 是不是 所以今天整場傳統 最老實的就是那位中醫師 還有西醫 妳還不願意面對 數據都檢查出來 妳還說沒有 我比較年輕 外表 對 外表 對 所以很多問題 其實是裡面看不到的 對 好像都已經提早老化還蠻嚴重的 那對健康影響是什麼 其實我們身體 基本上在25歲的時候 是我們身體最好的巔峰 過了25歲之後 就開始都老化 對 那是自然的演變 對 那我們才過兩年而已 所以我們沒有化 所以我們都提早 妳好早婚喔 那如果說 在這當中 你到了40歲 如果你本身的老化現象 尤其是你的心肺功能不好的話 那你對你的身體的影響 那就非常大 那可能會造成你一些心血管疾病 癌症的發生 都可能提早發生 所以只有跟老公去看那些 西醫的健康檢查報告 那個紅字是最老實的 就告訴你 你要開始改變 如果再不改變的話 你可能不是 提早老化 是提早死亡 唉唷 這很嚴重啊 那改變什麼呢 改變什麼 先從為什麼會變成 提早老化的原因 我們先從這裡來做什麼 找到源頭才有辦法 對治下癢 對不對 為什麼 我們都知道我們紅血球 它的代謝是120天 女人的肌膚是10天到2個禮拜 所以你去做保養廠 告訴你 開始做之後2個禮拜 你會有不同的皮膚 就是要把那個好的皮膚給換出來 可是當這些細胞在新陳代謝當中 它到了一定的狀況 它沒有再新陳代謝 因為畢竟細胞它本身是會老化 那這個本身就跟基因跟染色體有關 這是老天爺決定 所以人不可能一直中期一生 都是很健康 那這是沒有辦法 那這關就可能說 其實我們現在當中 我們周遭環境有太多 讓我們身體老化的東西 像攝影棚裡面這些燈 對啦 對皮膚都這個傷害 對皮膚多大傷害 這個燈 我們站在這邊就老化了 皮膚會老化 然後皮膚就是會老化 這個老化比太陽還恐怖 對 是不是會嗎 會的 那曬曬製造一點維生素低 也不太好 是唯一的好處是有一點維生素低 那現在基本上 就這樣我們其實都很怕什麼 膚色線 然後我們知道的核災 都很害怕 電磁波 微波爐 這周遭外面的 這些 都你沒有怕避免的 你看著我也沒有用 他還是在你身上 然後最後一點就是 很多人都希望怕老 可是他本身生活作息不正常 對 然後不該吃的一直吃 該吃的又不想吃 對 那最後自己早的結果 就自己提早就老化 自早的就對了 沒錯 活該 但是你看我們現在人 平均壽命是不是都正常了 對 你看每個國家都一樣 但是老化的現象 反而是越來越提早 那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像你看為什麼叫自早 你看現在最普遍的 從老化的現象 剛才王醫師提到很多個 反正運動 飲食 睡眠 壓力 包括你看只要有個燈 有個電磁波 都會造成細胞的這些代謝的移情 所以一般 你看現在小孩子 你去觀察一個現象 他的青春期有沒有提早 有 有 像我們現在小朋友剛好 念五六年級 就問我說爸爸 為什麼我的同學已經 有沒有 有胸部 你的長胸部 他還沒長 他就覺得好奇怪 一半 三分之二已經都有了 為什麼我沒有 那是不是我很奇怪 但是你去問那個婆婆 問奶奶 你看阿公 阿嬤那個年代 青春期是幾歲 現在的青春期是幾歲 對 現在小三 小四 小六 對不對 小五小六 生理期待 你看光這個生理現象 有沒有提早 有 所以你看人可以活得很長 但是很多現象都已經往 這是一個比較明顯 我們可以看得到的一個現象 像年會提早老化嗎 對 這也是一個像 一個老化的現象 這是一個現象 你該發生 應該在後面發生 你提早發生啊 或者是更年期很多 真的假的 你也可能提早更年期 真的耶 我小六MC就來了 那個年代不是都國中才來了嗎 那個年代 難道是我雞吃太多 是因為食物造成提早 對 當然現在的飲食比較豐沛 還有一些高油脂的問題 高蛋白的問題 還有現在環境荷爾蒙 這些都是會影響我們身體的 內分泌荷爾蒙的一些異常 所以一些現象就會提早發生 所以不是我們剛才在討論 只看到外表 最怕人家說你是高中老師 不是高中同學 天啊 可是像我們大家 如果都很關注抗老的話題 現在也很流行什麼抗自由基 抗氧化 對 那像這樣抗氧化就等於抗老嗎 其實可以這樣說 因為自由基無所不在 吃東西也會造成 像你講的紫外線也會造成 電磁波也造成我們自由基 自由基就會造成細胞的傷害 所以傷害的厲害 當然就有老化現象 最直接就是你看外表的皮膚 再來剛才就只有姐 你看提到的 這個內臟 可能一些心血管器官 老化的厲害 可能就會感覺衰退的比較厲害 所以五臟六腑 包含皮膚最直接看到的 這些都是會有很明顯 因為自由基的關係 造成提早老化的現象 那有沒有自己 害自己提早老化的案例呢 淑青有啊 現代人每天都在做啊 譬如 譬如說呢 你會發現呢 現代的女孩子 雖然他們之前那個藥妝店有做調查 就發現現在女生啊 抗腦的年齡呢 是比以前平均是要提升五歲以上 就說你以前一定是年過至少三十多 你才會開始想到 我要去買抗腦化或什麼的產品 什麼除皺或什麼 可是現在25歲 她開始又要買這些抗腦的產品 那為什麼呢 當然除了說對抗腦化這件事 比較重視之外 之前有一個整型外科醫生 他就說 他有一次發現一個患者 就來找他 這個患者他是幹嘛 他是一個銀行員 那他就說我今天是想來做除皺跟拉提 他說你來做除皺跟拉提 然後一看就說 就幫他拉一下說 對 你這個大概應該是四十歲左右 他說一生 我二十八 怎麼可能 他說我之所以來這裡 就是因為太多人把我污輪成四十歲 然後他就說為什麼像他說 這一類的人越來越多 他明明很年輕 他也覺得這個有保養 可是為什麼 他說發現比如說像銀行員這個小姐 他幾乎在公司裡面啊 所有動作都一致 他就是一直在看電腦 然後脖子是這樣子 然後是這樣子 一直也沒有什麼運動或幹嘛 他說你這樣的動作 會使得你這裡火雞蚊子會比較 火雞蚊會藏起出來 然後你低頭 所以你這邊整個臉的紋路就會很清楚 所以他說那你看 這是不是自早的 因為你只要休息的時候停下來 稍微運動一下 不要讓自己維持這種動作 你就有機會了 但是你去買一大堆保養品 然後讓自己一直這樣子 他說而且他就說 事實上他們去評估 真的很多人做了這個動作 然後再花錢來做說 我要怎麼除脖子上 這個很重要 所以但是除了臉之外 我覺得大家更要重視 因為大家看到老化指標 通常只看到臉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你的身體其他老化指標是什麼 其實 血管的硬度 就是你另外一個老化指標 血管硬度 他們在說人的血管 可能從你出生之後開始 就慢慢再走向硬化 越來越硬 從出生就開始 對 你出生那個時候最新鮮嘛 然後他慢慢慢慢慢慢 他就會像血管用久 會變硬變脆對不對 對 所以你的血管的硬化指標 也是你血管的老化指標 我們身體最擔心說 你提早老化提早死亡 那其實你說頭髮皮膚 那是外在的 心血管跟心臟有關的 那真的是 問題才大 對 問題才會大 各位 剛剛我們三位 都不承認自己老化了對不對 老化剛剛王醫師有說的 他可能從大腦 血管 整個身體的機能性 都有一些症狀 那我們現在就先從大腦來 好不好 提早衰老了嗎 以期為間隔 我們要出題目 各位請準備好板子 這很難 從100向後倒數 哪有辦法 這有時間的 100-7 把這個統統寫出來 我們來計時 看你大概算出來幾秒 好 好不好 計時開始 大腦年齡測驗說明如下 拿出紙筆 寫出從100向後減7的數字 例如100 93等等 一共有15個數字 再加自己計時一下 測驗自己多久時間 才能寫完 來看看你的大腦 是不是已經老Coco了 20秒時間到 趕快 沒寫完繼續寫 還沒有人寫完喔 快 5 這是第一階段 好 快 30秒 30秒喔 還沒有人寫完 等一下 這樣對嗎 我都覺得我算錯了 超過40秒就有點離譜了 妳這太誇張了 妳剩三格 快 40秒了 好 寫完了 40秒 慧如第一個 40秒 來 完了 這樣會不會有算 還有兩個 還有兩個 其實 但會不會有算錯的 我們就都一分鐘停了 好不好 好 時間到 對嗎 來 舉起來 我不曉得對不對 舉起來 我覺得有錯 好 這50幾秒 好 可以 亞蘭好嚴重喔 一模糟 曾亞蘭小姐 真的嗎 你覺得誰啊 你猜12345 錯喔 你還有九個 寫不出來 好 來 為什麼一直卡在這裡 真的 你們問說 這到底代表什麼對不對 我們先來看一下 為什麼要計時 來 你的大腦年齡是幾歲呢 越快代表腦年齡越年輕 40歲以下不超過20秒 20秒才是對的喔 那我剛剛還要30幾秒 30秒對不對 所以40到60歲不超過40秒 所以只有慧如 吻合在40到60歲的那裡 那他還沒有 他還沒有40歲啊 他還沒有40歲啊 好 所以你外表是很年輕 但腦已經超過實際年齡 完了 完了 再來 姿佑姐 妳是50幾秒 每超過10秒 腦年齡就增加2歲 好 所以 我62嗎 40往上加10秒 所以就是大概是62歲 曾亞蘭那個我不曉得怎麼算 我現在已經是仁瑞了 我們那個很誇張耶 怎麼算不出來呢 這個 可是我一直卡在這裡 其實很不錯 可是我覺得這跟數學 是有關係的 有些人心算就不好啊 對啊 我們還算錯了 可是這個算是基本沒有 因為這個在測驗說 你在當下 因為減7 減7 減7 算是單純的 它不是說減13 減15 減17 不是嘛 所以你這樣減下來 其實你基本應該很好算才對 其實慧如的這就是正確答案了 我剛剛看了一下 真的嗎 真的嗎 我會想說我們都算錯了 對啊 我們都算錯了 最後是各位嘛 193 7 9 7 2 7 2 6 5 對 我都沒有 對耶 對耶 所以你就錯了嘛 對 你最年輕 對 我最厲害了 在40到60有什麼好驕傲 其實這個測驗嗎 以前是用在什麼 像我們如果做老人失智症的 一些記憶門診的時候會用到 而且你們已經占了一個便宜喔 因為事實上不會給你一個板子 它是要記得 要測驗你記不記得 減之前的數字 比如說100減793 93減7這樣 因為你要記得剛才是93 而不是還可以看那個板在減7 所以有時候真的 你會發現在門診 真的有一些記憶障礙的老人家的時候 他真的當場卡住 因為他根本忘記前一個是幾了 所以當他沒有辦法 到第二三個都沒有辦法順利下去 那就是病態 可是你們是 真的有可能是數學或 因為他們現在進入一個調查 就發現現代人普遍有 腦過勞的情況 對 因為你壓力太多 想要事情太多 你的腦皮硬腹 所以你們應該是腦過勞 我一定是那一個 我一定是那一個 我們應該都是 說不定這個題目叫國中生來 也會碰到瓶頸 真的嗎 那回去會笨他媽的狗 對 好 來 溫師來跟我們解釋一下 這到底代表什麼 他們都不服氣 其實我們說我們人的腦袋 它有很多的面向 你要去做很多的測驗 才能知道你腦袋到底好不好 那這只是對數字的一個減法 那因為一般人 基本上對加法跟乘法比較好 減法跟除法比較差 那其實減期是有大的意義 它真的是其實減下來 真的有點難 那在現代人真的是 手機太方便 電機換器太方便 大家對加減乘除都不在意 所以基本上 你沒有用這方面的腦袋的話 你對數字這方面的腦袋 是比較容易提早退化的 那當然其實蘇星有提到說 現在是太多focus在別的地方 那當然結過婚的就怪老公 生過小孩就怪小孩 那或許這樣情況下真的 你的沒有辦法專心在某些方面 但其實就告訴你 腦袋你要適時的去鍛鍊它 不要去殘害它 所以也就是說要經常去算一些數字 對 所以我們常說活化 對 也要環老化嘛 那其實如果大家有知道說 其實在美國 在日本任天堂 它有個遊戲 可以告訴你很多訓練腦力的 然後最後做完就會告訴你 有數字的也有 對 你的腦袋的反應力 到底是像馬車 鍋牛那麼慢 還是像噴射機那麼寬 可是除了這樣訓練之外 是不是可以吃什麼 或什麼樣的營養對於大腦 延緩老化會有幫助呢 對 其實在營養方面 在食物方面 大家都比較普遍都知道 像所謂DHA 像軟鈴脂 像一些深海魚 尤其是要深海魚 那或者是一些堅果類的東西 比較豐富的 Omega-3醬脂肪酸 因為我們的腦裡面 大腦你把它拿出來 大概百分之六十 就是不飽的脂肪酸 大概百分之十幾就是DHA 所以DHA對腦神經的退化 還有維持它的敏感度 都會有直接的幫助 那當然另外一個重要就是說 像我們鼓勵大家為什麼要吃早餐 要吃一些比較全骨類的澱粉 因為我們腦裡 還是需要最重要的葡萄糖 你不吃葡萄糖的話 腦沒有食物的 所以最重要就是像一般我們講 這個不飽的脂肪酸 DHA Omega-3的食物 另外還有一個軟鈴脂 像雞蛋或黃豆 因為軟鈴脂也是我們這個細胞膜 腦細胞膜很重要的成分 所以除了飲食以外 腦真的要活化 讓它常常用好不好 可是除了腦之外我發現 像現在有時候路走多了 膝蓋就覺得不太行 對 我也行 我覺得身體的老化 反而覺得很不舒服 沒想到妳也到這一天 對啊 還那麼年輕耶 而且真的會很明顯 我覺得 好啦 四十歲之後 那四十歲之後我就覺得 像我以前 只要一個睡個落枕 或脖子拐道 你不理他 真的不要理他 兩三天他自己就會好 自己都會好 對 你就是自己繼續工作 他自己就會好 現在很難耶 現在你不去看醫生 你凹個兩個禮拜 他怎麼樣也都不會好 然後就永遠就越來越痛 越來越痛 所以現在都變成家裡 要必備那個肌肉沖死肌 對 繞著一定要吃那個 那不然就是要貼藥膏 現在變成身上都有一個老人 加那個藥膏的味道 好臭喔 不會穿的天貌很瞎 可是你就會有一個老人味 你知道嗎 對 它不是說出老的症狀之一 就是你開始有一些 什麼油 什麼油跟什麼油 什麼油 白花油 什麼油 那種感覺 對 這一陣子就是腳會 就是我只要這樣一轉 那就是年紀大了 對 這一陣子 還不一樣 所以像我的時候 你只要 因為我只要關節去轉一下 它就會變得比較輕鬆 然後一轉的時候都會 我老公說 你不要再轉了很噁心的聲音 都會一直 的聲音 我是關節 對 對 可能像這樣關節提早老化的現象 大概是怎麼樣做判斷 我們常說我們身體裡面 運動器官裡面 我們的運動系統 骨頭關節肌肉韌帶 這個關節的不舒服會讓你最明顯 那一般爬樓梯下樓梯的話 當你開始不舒服的時候 表示你的關節的老化就很嚴重了 那可是我們現在一直強調說 其實很多事情是你要去多運動 表示你身體會比較好 可是在我們的關節退化當中 有一種人是過度運動 那你年輕的時候如果你過度運動的話 你已經老的時候 你的關節反而容易磨損 對 所以告訴說運動這個東西 對我們身體的整個機能 是有幫助的 對身體延環老化是有幫助的 但如果你運動不得當 過度運動的話 反而容易造成骨頭關節的問題 那是適當的骨衝一些保養品 譬如什麼 我們常說那個 葡萄長胺啊 膠原蛋白啊 那這個其實基本上鈣的話 對你的骨頭關節都是有幫助 你是從大概25歲以後 它就會慢慢走下坡嗎 關節也是嗎 其實骨頭關節大概可以耐到 差不多40歲左右才會開始 因為畢竟你年輕的時候 基本上你多運動 它其實是補得回來的 那基本上它的退化性 不會像那個 那麼早就出現 但是如果你不運動的話 你的一些肌肉啊 心肺功能 我們常說心臟跟肺臟 是我們重要器官裡面 在40歲之前 會最早老化的 所以很多人到40歲 其實你不要問他什麼 去爬個山 去跑個步 氣喘奴牛 那個氣喘吁吁 那就表示那個心肺功能的退化 是最你 你會感覺到是 對身體的影響是比較大的 快洩也會變得不好 就是水腫的時間會拉長 恢復能力 還有就是如果喝酒宿醉 醒得很慢 對 還有就是以前年輕的時候 熬夜第二天照亮很早就起來 拿精神液可以去工作 可是現在就不行 所以你可能 對 你可能熬一天 你現在如果熬夜你要補幾天 我跟你講真的大概要3到4天 你才會覺得精神很好 你才幾歲你要3到4天 會耶 你知道熬夜雖然你可能覺得 你睡飽身體就是醒來了 但是你會感覺到你的眼睛啊 或是很多的狀況 是屬於疲憊的狀態 是喔 慧如所說的那個熬夜 對 要修復的能力是越來越拉長 這很恐怖耶 這個是跟肝功能有關還是 當然是一定直接跟肝有關係 因為你現在幹嘛 一整天我們吃喝拉渣 甚至剛才有提到 如果喝一點酒抽一點煙 你基本上毒素累積很多 大部分最後都要靠肝解除掉 那如果因為你年紀越大 你的肝功能一直下降 比方像我們的垃圾場一樣 你一天來10台垃圾車 你可以處理得掉 結果今天來了20台 結果你的垃圾場處理不掉 那這些垃圾車在外面stand by 就是你的血液就會 裡面有一些廢棄物代謝不掉 那久而久之你的這個循環 垃圾就發酸發醜 對 你的循環就會變糟糕 對 那變糟糕是第一個 從血液循環看得出來 那當然也會影響到 剛才提到的這些血管的彈性 這些老化的速度 就會一直增加 所以你會 為什麼睡醒還沒辦法 因為表示你垃圾還沒處理掉 好 再來一個測驗 剛剛是腦對不對 還要測 這不是不同的角度 會測大家的身體人好嗎 現在這個測驗是讓你測試 你身體機能有沒有老化 身體機能測驗說明如下 單腳站立 另一隻腳彎曲 將腳踝緊貼在膝蓋處 然後將雙手按在臀部上 保持平衡 開始搖搖晃晃了嗎 計算時間 看看多久後 你會失去平衡掉下來 達到一分鐘才算及格 試著閉上眼睛 做起來會更準確喔 來 請多站起來 隨便哪一腳 有規定哪一腳嗎 沒有規定 都可以 你穿得最好的那一隻 好不好 來 腳準備 預備動作喔 開始計時 好 我們在計時的同時呢 我們邊看 大家各自站了幾秒倒下來 那這是不是同時幫我們解釋一下 做這一個 你下來了 你下來了 幾秒 十秒 好 十秒 那你可以先休息一下 因為你比較老 真的很忘啊 對 兩位喔 你怎樣 好快 不行 等一下 我覺得這樣一直撐下去 我會不會撐到節目結束 OK... 那你就夠年輕喔 好 天啊 可能是因為運到的 這麼厲害 雅蘭26秒 26 好 慧如 你好穩喔 有一分鐘了嗎 沒有啦 真的好穩喔 妳是常在做瑜伽的 我有在運動啦 接近耶 你看人家有運動點 對 你看他還可以這樣子動 還可以講話耶 你好輕鬆喔 我的天啊 真的 來... 來... 五... 十... OK 好難喔 可以啦... 可以啦 可以啦 這很棒 這很棒 第一名 我們先來看一下 為什麼要計時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一看 你的肌肉年齡是幾歲啦 好 所以越久代表肌肉的年齡 越年輕喔 好 剛剛恭喜慧如 謝謝... 保持了一分鐘 你可以比你實際年齡減四歲 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你紀念現在是28嘛 我現在36啦 36啦 所以你減四歲 因為你更久嘛 對 所以你可能身體的精能 才32歲 OK 以內 太棒了 30秒減兩歲 那一般來講 30秒剛好是在一個平均 跟你實際年齡差不多 他應該多撐4秒 對嘛 26 因為這一差就差很多 對啊 你看 30到10秒中間加3歲 雅蘭 你身體精能40歲 算了啦 因為他們真的有小孩啦 比較累 是這樣子 哪有時間運動嘛 對 有事實證明 生過小孩是有差的 對 那你這樣講 那姿佑姐怎麼辦 10秒 我要看醫生了啦 該注意健康啦 因為無法計 太糟了 我有10秒啊 好啦 他是加30歲 他是10秒內啊 差那個字 他有撐過10秒 OK... 那這是一個肌肉 一個耐力 還有一個平衡度的檢查 代表你的本身肌耐力 要夠有力 你身體的核心肌群要夠強 這下你本身的平衡系統要好 所以說記得大家在酒測的時候 會告訴你要走那個直線步 其實這也是在告訴你 你本身你的身體狀況 有沒有因為酒精濃度 達到你無法讓自己身體保持平衡 那這其實也可以告訴說 你到底身體在這方面健不健康 所以這是一個很簡單的自我測驗 對 但你們有沒有曾經試過 什麼樣的方法來減緩這身體機能老化 像我就發現喔 因為我就是之前做了又中醫又西醫嘛 所以我後來有發現吃飲食很重要 所以我這幾年我就在家裡喔 真的就是讓小孩回家吃飯 我都盡量自己做 而且我每天早餐就是吃一些酵素多一點的 像沙拉 我就用油醋 我就吃那個橄欖油 然後用油醋的醬 後來我發現真的有差喔 像我那個兒子 因為他在成長中的青少年 他會長豆子有沒有 那小孩子有時候我們忙個兩三天 我就說那你自己在外面吃 或者小孩有時候想要跟同學出去吃 他們要吃個兩三天喔 他就開始長豆子 很明顯 後來我就說來媽媽帶便當 我真的就後來兩三天給他帶便當 我試了好幾次 吃個三天他豆子就收小了 這個有人在講嗎 這個什麼腸胃好人不老是不是 這是真的啊 這是真的 那這要問王老師啦 這個邏輯對嗎 腸道健康全身健康 這從自古的古書就有在寫這個 因為腸子就跟樹根一樣嘛 你樹根穩固 人才會長得健康嘛 所以一般你看喔 很多便秘的人 我常常說喔 有時候不卸妝 看你的臉有沒有便秘 好紅喔 你看得出來 真的喔 那個腮臉腮臉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各位都有經驗 你便秘你三四天沒大便 你的臉色會好看嗎 對 因為你毒素都一直吸到血液 我常常說皮膚要漂亮 皮膚要不老一定從血液來 為什麼 因為你想想看 我們的皮膚下面就是微血管 一次一針 血就噴出來 對 如果你的血是鮮紅的 像這樣鮮紅的 你皮膚是不是很好看 對 那如果你的血是那種暗紅的 藻紅色的 你相信你的皮膚會鮮紅嗎 對 所以血液會反射到你的皮膚上面來 所以你皮膚會老化 跟你的代謝一定有非常大的關係 所以便秘一定有塞臉的 對 因為我聽王老師講到血液 我突然想到 因為我之前就是想說 為了保持年輕人家 不是說血液一定要循環嗎 對啊 然後所以流行放血 然後我就真的去試了 是親戚帶我去的 而且還從台北坐車到台中 然後你知道嗎 一開門的時候我嚇傻了 因為所有的人全部排排坐 然後放一個超大的臉盆 幫小寶寶洗澡的那種臉盆 你知道嗎 然後上面鋪滿了報紙 然後所有的人 就坐在那個小椅子上 整個臉全部都噴血 好 一針 兩針 三針 四針 五針就出來了 是假的 我也在場 然後那個報紙上全部都是血 然後有的人還放手 放腳 好可怕 然後可是問題是 我已經去到現場了 不甘願 不是不甘願 不能撤退 是不好意思 因為那個是要報名的 然後我就去到現場 然後我就很緊張 他就往我臉上一次 那個血就這樣噴出來 我眼睛在看著大家 血噴出來 我整個一直發抖 好可怕 他怎麼知道 扎在這裡 血就會噴出來 我們隨便一扎都不會 沒有 他不會刺 我不曉得也不懂 這種放血 它比較像是 這種尖端放血 它是說 它是希望你本來有一些 比較微細的循環 可能因為你本來血液循環不好 對 所以它在這裡做 比較微小的針刺之後 它出血之後 它會有一個傷口 那有傷口之後 我們身體它會來救 救病就會來 因為它會自己會找一些 自己是不是受傷了 所以你相關的一些 修復的東西會跑過來 或者你的一些什麼 白血球什麼跑過來 這時候你本來循環比較差的時候 它帶動那裡的循環 因為你本來都沒有動 所以它本來比較像什麼 像 因為在西方他們針對說 刮痧做研究 為什麼有些刮痧 在德國他們做研究 甚至真的對一些 長期的痠痛有幫助 為什麼 因為它本來血液循環不好 我在這邊做一個微小的微創 因為你看起來 是循環在裡面 所以身體本來這裡血液很差 可是因為你受傷了 身體就會派救兵來 所以它開始活絡起來 但這種不會有感染 或是什麼弄炒成灼嗎 當然有 對啊 就是但是這種事 不用這麼冒險 這有很多其他好的方法可以做 有啦... 做完那一次我們再也不敢去 這不便宜 一吃兩千塊 所以我自從不敢放學之後 我就會自己比較注重養生 所以我就會自己打黑木耳汁 對 而且超省錢的喔 而且我覺得對排便也很有效 我今天自己有帶來 而且黑木耳汁 你們知道還有另外一個功效嗎 它可以解酒 不是解酒 解酒 不是解酒 在如果你真的要出去應酬 可能會大量喝酒的時候 你可以先喝黑木耳汁 你這樣不會醉喔 真的嗎 真的假的 問來待會消夜你的應酬 你沒過波耶 你老婆煮來了 真的嗎 我跟你講 我為什麼會裝瓶 你知道 因為我本來就是想說 人家說喝黑木耳非常好 所以呢 我就去買這個 可是這個其實不便宜 一罐至少要30塊 真的不便宜 可是我今天帶來裝罐這樣子 有15瓶 我的成本只要100塊 很便宜 好香 有桂圓的味道 對 有桂圓 紅棗 黑糖 跟冰糖 我沒有加任何其他的糖 我都是加黑糖跟冰糖 而且不會太甜耶 對 好好喝耶 很像燕窩耶 然後如果說你要放枸杞也可以 可是我個人覺得放枸杞會偏酸 黑木耳現在研究很多 黑木耳其實也算一種中藥材 所以對清腸以外還有一個清血 黑木耳現在對降血脂 對血酸 讓血液血液比較快 所以真的可以幫助抗老 對 當然是 我是知道黑木耳 因為它鐵質很高 鐵質很高 然後我知道以前古時候 他們只要有人是做陶醉 回到焦老婆就要炒黑木耳給他吃 對 它裡面有一個膠可以吸附你身上 一些微細的一些 就是膳食纖維 是 就是你喝起來那個鍋鍋鍋鍋鍋鍋 那個感覺 是 可以幫助你把它排掉 你也太捧場了 你看 孫明哥 孫明哥 這是你老公買的耶 用你賺的錢 用你們家的店煮來的耶 OK 是為了要把客光 你們都給我喝光喔 真的好喝耶 真的好喝喔 很好喝啊 那除了我們剛剛喝的黑木耳吃以外 還有什麼可以推薦的嗎 對 那我帶來這一道 滿適合當早餐的 早餐 對 因為我這一道叫做 蜜藻 葡萄 優酪爐 那早上起來喝一點益生菌 好的菌來維持好的腸道 你連籽都一起打對不對 對 所以我這個是連皮喔 我們新鮮的那個葡萄 我們那個台灣最有名的 葡萄籽很重要耶 對 葡萄籽跟葡萄皮 再加這個蜜藻乾 蜜藻乾 就一般這種 各位都知道嗎 那種蜜藉的那種 就是怎麼加粗藻那種有沒有 軟軟的黑五子 對 那這個我就把它大概 我個人的話大概三四顆 因為國外都知道 這個吃蜜藻對潤腸 對排便有非常大的幫助 那葡萄我也大概加五六顆 那就一小杯 你看你自己做優乳 或者是買一般那種 不要太甜的 你就把它混在一起 那我另外一個針對血管 針對腦部 我有加一點那個 YAMAZE YAMAZE是OMEGA3的 植物性的來源 那如果各位觀眾朋友 有吃那種魚油習慣 你也可以搭配這樣一起吃 這樣的話 清腸清血又顧腦 滿好的耶 其實這道滿好的 每天早上來一杯 每天早上 就很好了 就像那個姿佑姐 你看小朋友吃可以這樣 搭配一些蔬果 搭配他的早餐 其實喝這一杯 其實也可以 OMEGA3也對DHA 對腦部 小孩子會比較聰明 考試記憶力也比較好 來趁幾大福進步 對 人家來去吃一下 因為在這個 抗氧化的排行榜裡面 其實蜜藻乾 這個在國際有做一些研究 他發現 你看一般我們印象中 就是藍莓有沒有 對 花青素最多嘛 什麼黑莓草莓有沒有 其實葡萄 還在這裡 所以一般像葡萄乾 也可以四度的多吃 這兩個都是 抗氧化係數值很高的 包括在蔬菜方面 那為什麼葡萄乾比新鮮的葡萄還高 對 這個問題 因為這是水分跟密度的關係 對 所以你一乾燥了 乾燥之後它有效成分 就像生的香菇跟乾香菇 有效成分是乾香菇會比較高 因為水分被抽掉了 但是這個抗氧化 你這樣總和這樣簡單的看一下 其實它有一個重點 就它的顏色 比較重 比較鮮豔的 沒有錯 它的抗氧化係數就能力越高 就能力越高 好 朝這個方向去做應該就對了 對不對 好 來 慧如 那妳的方法 其實我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現在開始你會注重 就是睡眠要正常 就是除非我真的有工作 要不然我一定會讓自己 至少睡滿八小時 而且那個八小時是 我最晚最晚十一點鐘 以前一定要睡著 那第二就是 我的早餐也開始調了 就是我可能會第一餐 讓自己吃得很飽 然後我開始會去買地瓜 然後自己回來 用電鍋蒸 然後連皮吃 不加任何調味的 然後其實我覺得 第一天 早上吃完這個之後 把我前一天晚上的一些素便 把它先清掉 然後接著我夏天的時候 其實可以介紹大家一個很好的洋蔥 因為我非常喜歡吃洋蔥 但是我又不想要加油啊 去拌炒 所以我就會把洋蔥過水之後 切成塊 然後加一些水果醋 然後去調味涼拌的吃 其實還滿好吃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夏天我會把它當零食吃 就是我會去買三色椒 綠色的 黃色跟紅色的 然後我就會去買那個 油脂的酸梅 或是五脂的酸梅也可以 然後我就把它切成塊狀之後 放在LockLock裡面 把酸梅丟進去 然後上下搖晃之後 冰到冰箱 然後就把它拿出來當零食吃 就像涼拌菜一樣 對 就像涼拌菜一樣 它那個酸梅可以代替梅子粉 因為梅子粉有很多的化學的成分 或者是人工色素 所以我就會用這個 那因為三色椒 其實裡面有很多豐富的營養 對女生是很好的 那我就會覺得 就把它當零食吃 然後就可以養生 洋蔥跟三色椒 都好健康喔 這個很好喔 其實這個方法真的不錯 但是你會發現 這兩個是 之前統計過 好像大家最不喜歡吃的其中兩個 對 對 好像最不喜歡吃的十大食物裡面 這是其中兩個 對 那洋蔥大家都知道 其實洋蔥有硫化物 對肝臟解毒 本身就有很多功效 對醬血脂膽固醇 這已經在醫學上都證實了 所以洋蔥這樣吃 你可以稍微暴濕 我想講的把它浸泡一下 再加一點油醋醬 其實醋還有一個醋 喝一些天然的醋 也會讓我們的這種乳酸堆積降低 因為讓你血液喜歡比較好 可以解疲勞 所以也蠻好 那三色椒當然不用講 它維大片C 不輸給奇異果 那另外黃色的有β蘿蔔素 紅色的有茄紅素 這些都是抗氧化排行榜 都很棒 都很厲害 所以你要以抗氧化這些功能 對心血管 對皮膚 其實都蠻多正面的幫助 聽說芝麻抗氧化的效果非常好 所以我在做每一道菜的時候 都會在上面撒很多的芝麻 然後拌麻油 所以我想請問 做什麼菜都撒芝麻 對 我覺得這樣 炒雞肉 撒芝麻 也可以啊 也會 粥撒 對 香嗎 非常的香 白飯在現場芝麻 對 白飯 你都放點芝麻 非常的下飯 對 所以我想請問王醫師說 芝麻真的可以抗老嗎 那個芝麻裡面有芝麻素 或是說我們那個蔬果裡面 有做花青素 那這些其實本身 它就屬於多分類 那多分類本身 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 那這個抗氧化作用 本來對我們身體來說 都是有很大的幫助 它可能可以消除疲勞 它可以對心血管疾病 也有幫助 也可以降血脂肪 那剛才提到說 提到這些東西 不管裡面還有β蘿蔔素 βC或E的話 它本身是抗氧化當中 一個三環裡面的結構 我聽說它是不是 對膽固醇 也有幫助 對降血 壞的膽固醇也有幫助 那像我們這種 很勞累 肝臟不太好的 也有幫助 也可以 因為它是綠神經 因為現在現在很多 對啊 很緊張 我們常說 如果多吃一些堅果類 或是這些 含有這些芽麻的油脂 有的東西的話 它本身對我們神經安定 是有作用 所以現在其實最大的問題 就是吃了不該吃的東西 那這些好吃的東西 不管是芝麻 或是這些甜椒 如果你肯多吃的話 對你身體一定都是有幫助的 因為我老公每天 因為我早上我會給他喝東西 那冬天 夏天我就會打果汁 那冬天他只能用泡的飲品 那我們家只有兩個選擇 黑芝麻跟杏仁 那我老公自己這跟我講 因為他只要芝麻沒有了 他說你趕快去買 趕快去買 我說你幹嘛一定要買黑芝麻 可是我買的都是沒有甜的 他說因為就是很奇怪 喝完黑芝麻糊 他第一 他當初會喝黑芝麻的時候 他是想要他頭髮黑 你知道嗎 因為白頭髮多 那結果他有一天跟我講說 我告訴你就是很奇怪 他喝了黑芝麻 早上喝黑芝麻 他那一天精神就會特別好 真的喔 對 他自己跟我講的 因為他年紀比較大 所以人體實驗比較成熟 這比較明顯 所以我後來發現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也來喝一點 可以蓋藥 對 那你小孩呢 小孩也可以啊 小孩有一種黑芝麻醬 它有果醬的 有出黑芝麻果醬的 我們都把它塗那個麵包 其實好香耶 很好吃喔 因為日本這幾年對於那個 黑芝麻這個東西 其實很感興趣 那黑芝麻 我覺得大家可以關注 兩個部分 以前常常覺得 黑芝麻最重要的是 它裡面的不飽和脂 就是好的油嘛 可是現在這幾年被認為說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很值得注意 大家看到黑 波拉基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 剛才那個抗氧化的系列部分 也是不是都很深的顏色 對 就是在它的腫皮 這個外面黑的部分 裡面有一個 剛才說的多分類 就是木質分 裡面有一個芝麻素 那芝麻素他們 日本人去做研究發現說 如果你一天吃10毫克 它持續一個月之後 就發現有幾個情況 第一個我們 剛才是不是說 血管老化的情況 是怎麼叫做會硬掉對不對 他就發現 當你吃一個月之後呢 你的血管可以保持彈性 那血管保持彈性的情況下 你的血壓 就不會繼續飆高 因為它其實 血壓飆高跟你血管很硬 調節機質不好有關 那第二個部分 還有發現有些更年期障礙的情況 第三個就是剛才大家講的 現代人最常見的 自律神經失調的問題 對 我們國內的福德人大學 做一個研究 很妙啊 你跟他說 它真的能降膽固醇 因為國內他們就是用 人體直接人體實驗的話 他就發現一天吃40公克的 黑芝麻的話 他們大概吃了八週之後 就發現呢 它呢 可以降膽固醇 大概降一成 一成 吃壞還有一個好處 它可以防止 本來的壞膽固醇烈化 那可是你吃這40克的 你覺得可以吃到多少芝麻素 這不容易耶 吃到多少 因為這個其實還蠻多 你說你炒菜什麼灑一些 其實灑不了那麼多 灑不了 那芝麻素相對就變得也蠻少 可是你如果整顆吃 你嗯出來 它有時候還會整顆耶 對 所以重點來了 要吃的時候 根本沒有碎 所以你要吃醬 就是打成芝麻糊 要打碎 對 所以是芝麻糊的吃法 其實是比較容易 就是除了它的腫皮之外 裡面的不飽和脂肪 也都可以吃到 它也可以把它 加在優酪爐裡面 可以 可是要把它打它 然後因為芝麻另外一個缺陷是說 它100公克大概有540幾大卡 好可怕 好可怕 所以就是適量 因為它很多 麻油就是從這黑芝麻下去炸出來的 對 所以它裡面有很多的油脂 油脂 所以是適量 像其他堅果一樣 一天一把差不多 從芝麻要得到這個芝麻素 其實有幾個要注意的 第一個 就像我們麻油的萃取 冷壓跟熱萃取 會有破壞的問題 對 所以有人用拼的瓦 你要拼得過度的時候 其實那個對沒有說香 但是很容易上火 上火就是發炎 所以你要直接吃的話 第一個你分量要夠 對 那分量還有一個你的烹調的方法 像剛才有提到打什麼芝麻糊 其實現在坊間很多 如果你自己買 不是自己打的 那芝麻糊裡面還要再加豬油 這什麼豬油 太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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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自己打 真正古法的 對 真正古法的芝麻糊路 你們到經典的那種甜點店去 那個是一定用豬油 還有一個 你用 剛才有提到 你嘴巴如果沒有咬破 沒有咬碎 你整個一顆進去 一顆就出來了 對 所以什麼素都沒有 所以感覺好像保健食品 會不會比較容易一點 對 所以破壁是一個 當然生物科技 就在靠生物科技 所謂破壁就是 就像我們煮番茄湯 我比這個玉大觀眾朋友 比較清楚 就像你番茄切四份 加個蛋花打出來 你煮的番茄湯是輕輕的 沒有紅 但是如果我今天 我用果汁機打碎以後 再去煮番茄湯打個蛋 哇 是鮮紅的 紅色 對 那個茄紅素 是所謂的破壁就有出來 所以芝麻素也是一樣 它是存在這個 已經被我們講的 植物外殼保護住 所以你一定要打破細胞壁 它這個所謂的 這種所謂植化素 這一類的東西 它才容易跑出來 跑出來你才有辦法吸收到 可是像那個芝麻素 它是怎麼樣 只要吃進去的話 都容易被吸收嗎 假如你破壁出來的話 很容易吸收的 那你吸收到肝臟 它就會產生這些 抗氧化作用 所以在日本包含 但蠻多國家在研究這個 對肝臟 像它造成 酒精造成的肝臟的損害 它也可以解掉這個的 賦罪 所以你看日本人 你看日本人 在他們的飲食 我覺得我常常學習很多 日本的 他們比較養生的一些學生 他們很常用一些芝麻醬的 你注意看味噌加芝麻醬 不管在甜點料理上面 或者是你講的水手飯上面 都會撒一點吃 就是他們用的蠻普遍的 對 可是不管是保健食品 或是一般的食物 如果真的想要抗勞 總是需要感覺一段時間 對 你不能說吃個三天 然後就不吃了 那應該就沒有效果心 那大概要多久呢 才會有那個效果在呢 那基本上其實你應該說 在維持它的最低劑量 持續吃 那有時候真的 你如果覺得說 有一些肝臟方面的問題的話 你可能去抽選 看你的肝功能有沒有改善 他不知道其實這種代謝的東西 大概差不多一個禮拜 到兩個禮拜你就會有感覺 真的嗎 對 一兩個禮拜 可是我有問題啊 王老師 就是如果老公熬夜 然後我又在旁邊看韓劇啊 他喝酒 可是沒有沒有 但是事先 我先補充這些抗氧化的東西 像什麼葡萄乾這種有效嗎 那個是預防 但是我覺得你傷害之後 還是要再更補充 對啦 就是你要持續的做 而且我覺得大家想得太美好了 其實這種氧化壓力 或氧化自由基 不是因為只有你在熬夜 或只有你在喝酒或什麼在產生 其實我們不斷的 你曬太陽 真的 或者你壓力大的情況下 或你吃進了成高糖什麼 它就一直在產生氧化自由基 所以即使你沒有做其他不良的行為 你的身體其實就有需要這些東西 來幫助你把這些氧化自由基 抗氧化做掉 就是綜合掉 可以的話就是去掉這些不良的習慣 其實真的就會 那是真的比較好 有沒有辦法用比較是 比如說營養成分的角度 因為這樣子的話大家知道 比如說維他命A、B 我們去搜尋一下 很多食物裡面還有這些豐富的成分 我們也可以選擇 沒有錯 其實現在對身體能夠抗氧化 目前研究出來在營養分 就是維他命A、β蘿蔔素 維他命A、C、E 這三個 那包含這個礦物質裡面的C 石頭那個C字 包含像鑫 鑫也有幫助抗氧化的 鑫 鑫 那就像洋蔥還是什麼 鑫就像牡蠣 牡蠣海蠣 南瓜籽 韭菜 南瓜籽那些 對 那另外一個最有 現在研究最越來越多 越普遍就是植化素 就是所有各種剛才提到的各種顏色 我們常說我有一個口訣就告訴大家 你在飲食要均衡化 要抗老 要防老 要健康 一定是 對 跟金花果葉 就是吃了均衡又要彩虹原則 那這個原則以外 還有就是要不同部位 所謂的跟金花果葉 還有一個各位媽媽買菜 也要掌握一個原則 就是要有一些 食物紀錄的觀念 這一餐吃什麼 其實下一餐就盡量不要重複 對 今天吃什麼明天盡量不要重複 這樣才可以達到 媽媽都記不得了 不是 你們媽媽煮菜都用自己的喜好 在選擇對不對 真的 媽媽預防大老老化 其實在均衡上就是 對 來 王醫師總結 抗老保健康 第一個 生活做習要正常 不要熬夜 第二 三餐定時定量不要多吃 然後多吃 有纖維多顏色的蔬菜水果 最後一件事情 心情放鬆要運動 對 很讚 所以有聽到嗎 你看如果你想要健健康康 那其實方法也說 真的很難嗎 其實也不會 都是你自己有沒有把握住 你自己的生活習慣跟原則 掌握到了 當然我們就看老化 當然就不會衰老了 Depois 等一下 就要再見 最後 becomes 吧 等他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